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挺 也不说尴尬吧 就是我挺 我挺不好意思的 就是会有点 对 有点不好意思 我感觉你特别好 对立战的主持人 人家KUNY就跟他一起在 下巴上都动得起来 他不是主持人 他是 选手 所以我就很尴尬 你说那个 那个 那个是个UP主 对 那个还好一点 那个毕竟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是小范围的好一点 在舞台上又被Cue了一次 好声音也Cue了 所以我就会有点不好意思 那怎么办呢 才会有要面对的一点 可能得要准备准备吧 因为我一直没跳过 但是 我觉得好像有一种躲不过的感觉 之前 因为我没有帮别人写过主题曲 这是第一次 就是我命题作文 我都挺 挺排斥的 但这次呢 就他有一些巧合 就是一个是因为 我跟孟芝 其实认识好多年 十几年 他知道我 他太了解我了 就他不会给我一个命题作文 第二个就是他觉得你有感觉你就写 没感觉 他也不是个强行的一个 所以我就说那行了 我试试看吧 然后想 就想了一下 但是真正动笔 就是第一天写了三分之二 第二天休息了一下 第三天完成了最后三分之一 就这样子 他给你的全部的信息是什么 呃 他就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三十家的一个 呃 女性来参加的一个节目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一个 做女团的这么一个一个 但是我心里面认为的 这个只是一个皮 我心里面认为的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外壳 但其实他 我觉得他应该要做的就是 这三十位女性背后的女性 就是各行各业的 我心里面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就 我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 她是个女团的歌 就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她是一个那样的可能韩式的 或者 一个一个一个 那样的一个 整齐怀疑的女团的歌 嗯 我想想的更多的还是 更多的女性 甚至是 老百姓 所以这个歌 它不像我专辑里面的歌 它它还是比较的 我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选disco这种 disco我是觉得 它有一种复古 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那我觉得可能跟他们年龄 会 会 会比较 贴近一点 你要真的来选一个 现在当下非常流行的什么 就是 我觉得有点 有点违和 这词呢 词用了多长时间 词就是我 三天呀 往线找到去 然后三天时间去写词对吧 对 然后再编曲 找了一些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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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发现了 其实我不 不只是一个写词的 就是 后来就梦志 就是 你都干了吧 就 就我拿它也 也没什么办法 就 那 就这样呗 嗯 这个词里面有很多 就是 对女性 尤其是有的时候 是对你的一些 刻板印象 我 我后来想了一下 因为我一般的写歌 其实挺慢的 后来 使用了三天 为什么呢 我就想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 有很多的词 很多的东西 也许是我自己 经历了15年 它其实一直在那儿 我只是没有 没有用创作去表达过 但是它就在那儿 所以 你要伸手去拿的时候 它是在的 你硬要去说 你硬要去说 我觉得 每一句都有 其实每一句都有 但是我确实没想到 得罪这么多媒体 娱乐媒体 就 对 但是 但是我确实有很多情况 是 尤其是早年间 早年间 跟娱乐媒体真的是 就 就实话在那儿了 就是 那样的一个气场 就 尽情原谅吧 就是 大家都僵在那儿 这个事也是 就是前面的那个态度 就是 其实 如果一个记者 他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话 他不会为此而感到设计 对 但我写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 我没有想过是一个很猛的 或者一个 一个抨击 我都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嗯 他就是一个叙述啊 就 对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 你个人的一个看法 现在就是 瓦解 他不是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吗 嗯 就是他 他跟负责者联盟出去参加发布会 嗯 其他的演员就是问他 就是你的演戏怎么怎么样 是 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一定绕不过的 这个什么裙子呀 什么 就对啊 裙装啊什么的 都都绕不开的呀 嗯 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些问题 早期的一些问题 还有脸呢 脸对对对对 你写就是脸方不方者 是不是来押韵吗 押韵只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 他也有一些 包括我自己啊 然后包括就是 大家看到一些 觉得 我不在我认知范围的 那个事情 以内的东西 他可能会很方 或者怎么样 他有很多的意思吧 但是他是用一种 比较比较稀缺的方式 比较 对 来表达 这就是这次就之前 你跟去参加妹妹们的 那个毕业典礼 你也感觉比较正规 还是比较的 青春偶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比较梦想励志的 对对 他他不是用一这样一种 戏谑的方式来来表达 这种方式其实我发现 我就是在 可能在流行之后 找到了自己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表达方式 可能在 在某一些舞曲里面 其实我还没有去 我还没有去姐姐 我还没有真实的感受 没有真实的感受过 他们的那个氛围 我还是很想看一看 但我最想看的是 吴梦芝会不会 他做成什么样 这是我最好奇的 满意吗 她是做的量 《妹妹》那个节目 我可能就看了一点点 因为就是 也许我现在 就过了那个 那个看 看这样的一个 一个选秀节目的 一个阶段 这样的综艺节目 其实我看的也比较少 姐姐也是因为 我自己参与了这个 这个主题曲的创作嘛 那我很想看一看 诶 我写的东西跟这个节目 是不是搭上了 因为我之前 并不知道她的节目 做成什么样 她的节目都已经录了好几期 才来找我写主题曲 所以 所以她就是 一开始这个节目 是没有主题曲的 就是一切也挺随意的 我就很想看看说 我想象当中的 如果要做的一个 女性的一个节目 它是否是 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 走向 那个样子 她不会真的把它 做成一个团板 就不对 有很多猜测 你听哪个人 那个歌的时候 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 把照要改一下 哪个照 就是 我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舆论不妙 单身年龄哪个照 不是以前的一句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主题曲里面的一句 但是我没改 我没改这个词 我觉得你写的时候 还是我的想象 就是 因为我没有看过节目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姐姐在 节目里面 会是怎么样一个表现 但是我认为 她们敢来 这样一个节目 这样一个女团的节目 她们是应该 就是应该是会 而且活到 活到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 我觉得应该是 去直面自己的一种 你说欲望也好 或者说梦想也好 或者说 我觉得应该是 是比较诚实的 或者说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想 我想 我想看到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她是两句对照的嘛 就是我第一句是 多认真的亮相 其实这一句 可能大家 这样一眼看上去 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 此多认真的亮相 但是我 我认为这里面 是有一丝 小心酸 也许你在 就是在别人的眼中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样子 但是 当我 当我来到这个舞台 我要去那个 我要去 找到自己的梦想 或者我要乘风暴浪的时候 我每一次我 我都是 多认真的亮相 它其实 我觉得 我是有一层 背后的那种 心意在里面 但是可能在舞曲里 它很难体现 然后下面对应的这一句 是 多诚实的欲望 其实一个是 内 一个是 外 参与社会事务 比较多 就是 以前感觉是一个 比较冷酷的 社会旁观者 然后 嗯 更为你参与到一些 就是社会事务上的 对 表达多一点 然后 我没有来这之前 其实我基本上 就是在公司 就每天 就还是会去打卡上班的 你还要打卡上班 对 我是打卡上班 就是 呃 所以 见不到我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在 在公司上班 上班的时候 怎么开 一般就是 会讨论一些内容方面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开会开特别久 嗯 就是都特别长 我们公司的会都特别长 但是比起以前已经好多了 就是以前的会更长 现在也好多了 现在开到 开到后面 我都不想开 就不想开 我好